此等暗器名为追魂镖 气如其名,凶猛难挡 镖身脆有剧毒 中招者七步之内必死无疑 一旦中招 除非有壮士断腕的气魄 方可保留自身性命 而一枚小小的追魂镖 又会牵扯出怎样的故事呢 这个男子无耻至极 见农家妇女貌美 便心生贪念 趁着夜深人静之时莫来 不仅将其丈夫残害 还要强行非礼农妇 幸好师父及时赶来致止 男人名叫胡子锋 师父乃是青红大侠刘文龙 胡子锋见农妇就要逃走 射出追魂镖痛下杀手 刘文龙见他竟用自己的 独门暗器害人更是怒不可遏 当下就要清理门户 胡子锋欲狗急跳墙 可论剑法又怎会是刘文龙敌手 靠着杨沙大法阻拦对方视线 跃上马匹逃之夭夭 这户农家一夜之间遭此大便 仅剩一个女孩欲缠孤苦伶仃 毕竟与自己有所干系 刘文龙心中过意不去 收留玉蝉做自己徒弟 十数年转瞬即逝 玉蝉已是生得花容月貌 与刘文龙之子玉狼 自小青梅竹马 一家人隐居在一片村庄 刘文龙将青红剑法传下 两人武功已属一流 彼此之间向来两小无猜情意绵绵 庄主之女小秦也对玉狼颇有好感 时常令玉蝉醋意大发 奈何玉狼情意只戏于玉蝉一人 然而两人之间并非没有秘密 无人时玉蝉便会取出一只追魂镖缅怀 当年母亲被贼人所害 临死前将追魂镖交于玉蝉 嘱咐她此镖主人便是灭门仇人 多年来玉传暗自谨记复仇之事 即便是师父等人也未曾告诉 一日一个头驼来到村庄 手持木鱼身背神像 干的却是打架劫舍的勾当 此人乃是附近强盗山寨的二寨主 张口就是狮子大开口 有村民不愤出言呵斥 却被头驼甩手将燃香插在帽上 当下肝胆欲裂转身就跑 头驼声称 十日内准备好钱粮 否则便要血洗村庄 随即抛出随身木帘 插在柱上以作震慑 哪料刚回山寨就遭遇打脸 玉狼年轻气盛独闯地营 头驼作为试探抛出酒水 不想玉狼年少有为 内力雄浑可让酒碗悬空 知晓碰上了硬茬子 头驼喝腿喽啰准备亲自动手 却是为过数招败下阵来 博警佛珠断裂散落一地 顿时大惊不将武德招呼喽啰其上 青红剑法施展 玉狼永不可挡 所过之处无人是义和之敌 三寨主及其情人闻声而来 随即发动机关令其落入陷阱 索性凭借着夺来的长枪 玉狼逃过一劫 身形旋转建立月上方梁 接连避开头驼射来飞刀 落地之时却被人制住 顶经一望却颇感意外 这人不正是判出深门的胡子锋吗 胡子锋也认出他的身份 此时胡子锋情人射来飞针 刺中玉狼 玉狼拔下飞针负伤逃离 胡子锋拦下正欲追击的喽啰 当年自己被刘文龙刺了一件 如今他要亲自报仇 玉狼受创逃回家中 告诉父亲叛徒一事 数日后正当玉禅为他换药之际 小秦再度前来探望 他对玉狼嘘含问暖 声称自己父母已经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一旁的玉禅听到此言 悲伤不已气急离去 跑上山头批断大树泄气 悲愤之余又射出所藏追魂镖 恰巧被四处搜寻的胡子锋撞见 假扮好脸上前套话 玉禅不明事事将自己秘密说出 得知玉禅并不知晓当年真相 胡子锋遂挑拨离间 将脏水泼给刘文龙 玉禅虽不愿相信 但见对方信誓旦旦 心中却已经埋下猜疑的种子 入夜 玉禅向老管家询问当年之事 管家害怕他因报仇出现意外 借口记性不好 满口搪塞 反而让玉禅疑心更重 趁着刘文龙醉酒熟睡之际 翻窗找出其所藏的小铁箱 果然见到满满一箱追魂彪 这下玉禅彻底上当 举剑就要杀死刘文龙 但毕竟有着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他终究还是下不去手 只是带着大半追魂彪独自驻马离去 来到树林独自悲伤 暗中的胡子锋见计谋得逞 花言巧语将他骗到自己情人的道观 往后十日 玉禅苦练追魂彪 多日的相处让玉禅信任更多 胡子锋趁机问起青红剑法 竟真的套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青红剑法存在着致命破绽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被人卖了 还替人数钱的境地 与此同时 头头带人再次前来劫掠 见刘文龙依旧淡定抽烟 招呼喽落包围父子二人 三尺长剑挑翻一切敌手 头头见势不好 急忙跑路 哪知这不过是胡子锋计策 刘文龙提剑追来 一剑斩碎伪装的诱饵 得知中计却已是毁之完矣 为救父亲 玉狼再闯山寨 却见到满地守卫尸体 来不及多想便翻墙入内 在密道中遇见众多楼落 凭借高强剑法纵横冲杀 无意间触发机关 钢针落下将楼落刺死 玉狼便砍断旁边的木桩前进 却见到父亲脱困杀出 原是玉禅终究放心不下 得知刘文龙被抓便强闯山寨 一路杀进牢房将刘文龙救下 想着报答养育之恩 从此两步相遣 刘文龙正欲解释 强盗们再度杀来 玉禅独自留下断后 令刘文龙得以逃脱 父子二人正要巡路离开 未料暗中的强盗发动机关 困住二人 父子二人竭力顶住两方刀墙 玉禅适时赶来 抽剑连斩 一旁赶来的胡子锋 不愿暴露就此离去 待玉禅甩出追魂镖 清理剩余强盗 回转机关解除二人危机 二人闲死还生 瞬间脱离 等两人起身查看 玉禅早已不见踪影 父子二人回到家中 强盗爬上屋顶发出声响 二人心领神会 出其不意丢出酒壶 强盗射出飞针 也被长凳挡下 玉狼趁机甩出绳索 将其抓来 疑问才知 这人只为送信而来 大寨主周超归来 向刘文龙约战 刘文龙顿时惊怒 当年周超向他寻仇 妻子被其当场杀害 若不是管家带玉狼躲入枯井 恐怕也要遭其毒手 为了追查对方的下落 才会发生后来诸多波折 曾经刘文龙利用追魂镖 逼得周超断去一臂 他便铸成一只铁臂代替 如今云游四海归来 听闻老仇人正与山寨作对 正好薪酬救援一起算 刘文龙并未为难送信人 准备前去赴约 他自知年事已高 恐生变故 拿出这些年全部积蓄 交给管家 让他好自为之 玉狼担心父亲 会因为玉缠分心 管家回想起 他讲出见过胡子锋 认为多半就是对方搞鬼 玉狼觉得有道理 提剑就要前往山寨 不料身后小秦暗中跟随 管家拿着钱袋思虑许久 还是抓起菜刀追随而去 玉狼悄悄摸进山寨 见强盗全部聚于一堂 这时一只手摸来 玉狼即刻回身 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哪知小秦爬上防岩时 一块瓦片落下 惊动所有强盗 二人立刻低头不敢出声 偷偷射出金螺试探 一只野猫随即跳出 打消了强盗们的戒心 二人潜入密道 利用曾经的机关困住楼落 得以逼问出胡子锋的下落 两人来到道观 却见玉缠昏迷 原是胡子锋引诱玉缠出剑 借着笔剑之名 试探青红剑法的破绽 得手之后 一指点血令他昏迷 嘱咐情人将他结果后离去 危急之时 小秦一剑正中对方脑门 玉狼现身将所有强盗解决 胡子锋情人也被小秦一剑射杀 玉狼立即为玉缠解学 玉缠醒后 见二人在一起赌气离开 玉狼追上表露心意 自始至终只爱他一人 而后又向他解释 杀害他父母的另有其人 要他与自己寻找父亲问个明白 无碍小秦心知无望 黯然离去 玉狼和玉缠返回山寨 却见管家被强盗戏挪 虽当场斩杀所有强盗 管家却也奄奄一息 临死前将当年真相讲出 玉缠才知道自己轻信了仇人 而刘文龙与周超等人 天亮后就要决战 玉缠已经将剑法破绽泄露 两人急忙赶往决战地铁 途中遇到头驼带人阻拦 玉狼留下拖住对方 与此同时 刘文龙凭借身后功力占据上风 不料周超铁壁一台射出暗器 刘文龙闲闲躲过 纵身一剑打落对方兵器 周超用用铁壁伸出短刃 也被他一剑斩断 却在这时 胡子锋现身指点破绽 周超心领神会 眼看就要斩杀刘文龙时 被玉缠挡下杀招 拼着肩膀受伤的代价 一剑刺了周超透心良 接着又甩出追魂镖射杀胡子锋 报了自己大仇 玉狼也解决对手赶来 一家人大仇得报 牵手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